有稍微有看一下 對 有稍微關注到 會走進去嗎 嗯 就是其實心裡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受傷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其實好 我自己感受上現場我覺得 其實應該沒有網友說的這麼糟糕 雖然說可能表現的不是說非常的完美 對 在哪一個部份有什麼事或少才真的要在自己感情 我覺得當天其實不可控因素比較多啦 那我們私下的練習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大家都是有可以駕馭這首歌的實力的 那比如說當天子欣突然就燒瞎 喉嚨不舒服 然後大家又有跟達夫老師突然加入 然後後面就三個很大聲的鼓 然後大家可能很多人第一次戴耳機又不習慣 所以就是很多東西會沒有辦法 很有把握地去把它表現出來 我覺得會有一點可惜 你有從來還會選對手嗎 我覺得可以 只是我覺得我們只要再多分配歌唱的部分 看要怎麼去分配做調整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各自大家工作也都比較繁忙 你們後來有討論出來要怎麼配合一次的時間 其實後來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最後一次公演做準備的時候 我們練舞其實都在半夜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六個人湊不齊白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幾乎每一天晚上都是十點過後開始練習 然後練到晚上就是半夜兩點這樣子 對就是我們是盡可能把就是可以用的時間湊出來 不管是在白天或者是晚上的時間 就是希望可以在3月6號帶給大家很完美的表演 而且雅航為了這次的練習 他把10萬塊丟到水里領事 對 安排好的行程 對 就是半年前他就約好的那個挪威行 然後機票跟飯店都已經訂好了 都已經訂好了 然後因為 就公演然後他就直接說 直接放棄 算了我去了我要練習公演 不然真的很難配得上大家 因為我本來是29號 然後明天才回來台灣 但是因為這段時間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跟其他隊員一起就是練習 然後我就覺得 我缺一這樣子對其他隊友非常不好意思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會非常緊張焦慮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就是取消這個挪威行程 明天回來 明天回來 明天才回來 對 本來去齊天 對 對 對啊 跟一個好姐妹 那你好姐妹怎麼辦 我們其實還有其他人啦 所以我不可能 如果是他 不可能丟他一個人 對啊 所以本來去的這10天是每天 你們現在都有安排練習 呃 大概 對 10點到2點 差不多 可能有11點的 對對對 就是差不多那個range 嗯 沒辦法 還是要撐過去啊 沒辦法撐過這一段時間 對啊 我昨天練到那個後面 第二支怕的那個五國針 他快要昏迷著了 快昏迷了 他快昏迷了 他離婚已經出去 因為我很早睡 但是蠻早睡 所以那種12點之後 還要精神狀態很好 我就 很困難 嗯 我們今天也是要練到這麼晚 對啊 我們晚點也是要練 那你們有人受傷嗎 就是這段期間 掛臂 好 喔 有一段時間 那個我記得 就是我們那時候 第三次公演吧 那時候好像很多人感冒 然後得A流 我那天表演完 直接回家得A流 對對對 對 發燒好多年 對 發到39度 然後發燒兩三天 然後去看醫生 趕快吃藥才比較好一點 嗯 對 因為人很多 對 對 就互相感染 嗯 所以經常錄影的時候 都是一半的 都是病號 對 然後又沒有辦法戴口罩 嗯 嗯 那他有時候時間很難瞧 是誰的時間最難瞧 應該 林鄉吧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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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覺 沒有我感覺他們想要的答案 就是林鄉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都有 有啦我們 對對對 因為大家都很忙 自己的工作都比較多一點 對 就是每一次一有發佈任務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在群組 把自己的所有的時間 先丟出來 對 那有每一次不行的人都會 都不太一樣 所以 嗯 就很難湊到到期 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練半夜 半夜就能到期 因為 對 你會結束嗎 對 哈哈 那你感覺是速練嗎 我是啊 純速 對啊 哦 早上坐臉 所以你這樣 不要練新的那個 對 那個病人區 要練這個 會不會覺得很累 所以我最近的schedule 都是在練 體力負荷就這樣 體力是可以啊 腦子就是需要再練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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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雅乾好本來就在小燈那裡吧 欸我在樂天 有在樂天啊 對 你沒有跟著你嗎 沒有欸 沒有啊 哈哈 你一樣小燈 哈哈哈哈 我就想說 沒什麼事我還可以繼續留啊 你在樂天的溫度 他 你說我在樂天 呃 我傳人家被冷凍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這件事情啦 就是我們的外務都比較忙一點 對 因為其實也很多網友說我 就是前兩年跳的次數也都很很 場數都很少啊 對啊 其實就是一開始外務就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少時間在球場 但今年我應該會花比較多時間在球場上 對 會調整一下工作比例這樣 嗯 那你會想追隨您這樣的角度嗎 嗯 其實還好欸 因為其實 就算他離開樂天了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同一間經濟公司 所以其實我們相處的時間還是很緊密的 那因為其實我在樂天也有比較要好的朋友 所以我離開我也會蠻捨不得的 對 嗯 嗯 其實從那個全明星到上海裡都是這種實境的 嗯 運動比較強 所以哪一邊比較辛苦 哪一邊比較辛苦啊 嗯 我覺得全明星是體力上的辛苦 因為全明星就是你只要按表操課 因為體育類的本來就是有固定的 你有一樣的成績跟你怎麼樣才能得分 那是沒有辦法去 你可以自己去操控的 可是像我們炸裂就是 首先你要先配合大的時間 然後我們所有的想法要自己伸出來 歌曲要怎麼編 就是要更多動腦的地方 所以累的部分有點不太一樣 對 但我覺得炸裂好像就是累得更多元一點 哈哈哈 腦子累身體也累 所以在這邊有弄到受傷的經驗嗎 受傷?我沒有受傷嗎 就是練舞什麼的 會不會光線啊會閃到沒有道理 沒有耶 對反而對這個比較安全一點 運動就比較容易吃蘿蔔啊或怎麼樣 對 那因為融入劍就是藍隊在全明星的時候 一路以來都是打冠選 現在會不會覺得有一點壓力 因為畢竟又是藍隊 對 當然會希望拿冠軍啊 但是淺姐說就是來這邊就是新的開始 所以就是想說就是重新開始 就沒有那個前面藍隊冠軍的那種壓力 那想會融融拼放成員有沒有說會去看你們總決賽 他們有一直說要留時間想要來看比賽 那他們有說要支持你這隊還是配合那隊嗎 嗯希望是有三票以下 這樣就可以得到最一票了 這樣 嗯 這樣 嗯 所以林鄭好像也有說驚痛有問題 我會想要介紹給你 要的話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是藍隊 好啊好 沒有看 哈哈 像現在有說這次表演要訓實 那如果是歌唱訪念 我剛剛有說那個主要是我會藏著的部分 那我可能是那個 著的部分 你先藏起來吧 優點放大 對 優點他的優點能力放大 這樣子 這次就不秀歌聲了 就先沒關係咯 好 謝謝 謝謝